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去年 將軍澳的連龍隧道發生了一宗池都雙人案 有一名藍絲導遊 池都斬傷了三名留守人士 其中一人更加是雙及廢部 昨天這宗案件在區域法院作出判決 法官郭偉健判過被告入獄45個月 但他的判詞引來社會嘩然 到底他在判詞中說了些甚麼? 他說 今次以入獄六年作為量刑的起點 基於被告洪鎮認罪的關係 與以三分之一刑期扣減 法官相信被告真誠感到後悔 而且犯案即日已經回香港自首 並且在求情訊中表示願意承擔責任 令傷者釋懷 行為表現出高尚情操 這種情操在一些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 和專業人士身上都沒有 先不要說其他事 要駁斥他這個高尚情操的論點 我不知道這位法官的中文水平去到哪裏 到底他有沒有誤解中文詞彙情操到底是甚麼意思 情操其實就是一個人的情感和操守 當要稱讚一個人是情操高尚的時候 被稱讚的對象一定是要風高兩折 而且他沒有做出任何過失 沒有干犯的行為極具爭議性 甚至乎是違法的 這個被告到底有甚麼價值可以讓你稱讚為情操高尚 正如這位法官自己的判詞所說 就說被告和兩名事主之間的交談 令到被告情緒產生變化 期間揮動手中的煙頭 女事主擔心會被襲擊 於是推開被告 因而對被告情緒火上加油 這位法官相信被告在情緒崩潰之前沒有想過傷人 你也認同他的情緒崩潰了 後來談不完 還要遲刀傷人 這位法官稱讚被告 說他情操高尚 到底他的情感和操守高尚在哪裏呢 到底你是否說一個人的情緒容易受到波動 因為情緒波動而遲刀傷人 就為之是情操高尚 我的語文水平很低 樹我很難理解 若然你說他潛逃回大陸 然後回香港的樹投案 為之情操高尚 就更加說不通 他只不過是畏罪潛逃 天網灰灰疏而不漏 天大地大追到天腳底 都會找得他回來投案 這樣就為之可以同情嗎? 這樣就為之是高尚情操嗎? 你所說的情操高尚那條線 難免畫得太低了吧 到底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情操呢? 請問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普遍市民理解錯 還是他自己理解錯 接著他還說 女事主推開了被告 因而對被告的情緒是火上加油 大家嘗試代入一下女事主的角色 在一個凌晨時分 在連龍隧道當中 人影都沒有 只有三幾個留守的人士 突然間見到一個男人 中坑拿著兩把刀走進隧道當中 你也別說不害怕 當他在彈煙頭的時候 然後女事主擔心被襲擊 絕對是屬於人之常情 拿著兩把刀幹什麼呢? 在半夜三更 那個人擔心是正常的反應 是自然的反應 沒有理由怪責那個女事主 說他洗到被告火上加油 完全說不通 而且根據報導所說 就說這位法官花了三分之一的時間 來炮轟社會運動 我真的不太理解 為什麼法官有這個權力 在判詞當中花上這麼多篇幅 來作出個人政見的表達 是不是? 之前我們都強烈批評香港警察 你作為一個執法的部門 當你召開記者會的時候 你就應該將事實的真相呈現出來 而不是整班警官坐在記者會上 不停地發表個人政見 如果你要發表個人政見的話 你就應該學省仔協會的主席 出篇新聞稿 出篇就是吸警員的信 自然會有傳媒幫你報導 若然你的政見是有價值的話 就不是應該去使用一個公家的時間 來作出一些個人的表述 好了 現在就到司法機構了 到判案的時候了 法官原來可以在判詞當中 加入這麼多具有強烈政治色彩 以及明顯政治立場的內容 到底他現在宣判的時候說些什麼呢? 他就說將被告的行為歸咎於社運實屬合理 佳因自從去年一個社運發生以來 社會環境產生了變化 大量穿黑衣戴口罩和豬嘴的人 聯群結隊倒路 好像一支軍隊一樣 阻擋拍攝和嘔打政見不同的人士 法官相信被告也是一名渴望自由的人 本來也是同路人 但顯然是不同意社運人士使用的表達方法 法官形容被告是運動當中不情願的被犧牲者 反指示威者對平民百姓缺乏同理心 行為是不折不扣的恐怖活動 法官反問示威者追求的是利益 或是百姓安居樂業 因此雖然被告對三名事主造成嚴重身體傷害 但受譴責性自然降低 竟然是說這些話 到底同一位法官在過往的判決當中 是否採取同一個標準 有傳媒查到 在2016年的旺角事件當中 是由同一位法官作出裁決 當時他說 不能夠接受破壞社會安寧行為 保護公眾安全是法庭的壓倒性責任 判刑要收阻嚇和懲罰之效 對於辯方以事發的社會背景作求情 說事件是抗議政府施政失效 牽涉小販政策中港矛盾 警察藍權貧富懸殊等議題 他是拒絕接受的 表明法庭絕對不會加入這種政治辯論 更不會評定政治對與錯 到底為何當時不判斷政治對錯 到今時今日又突然間 對於社會上所發生的一些 所謂的社會運動 作出這麼大蝙蝠的批判 這些是否很難以令人理解 法治的標準應該是完全一致才是 而且不應該被政治凌駕法治 為何現在為這個判決當中 會有這麼長篇大論講述到 關於去年的政治事件 到底這是否香港所說的法治 如果是的話 香港的法治真的與國際社會的法治不同 這就是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特色的法治 原來是這樣 大家清楚明白 到底要去或留 要怎樣去做 按照以往的歷史層跡 來作出一個抉擇 哪有辦法 接著就再看看大公文匯的社評 今天就瘋狂地來炮轟郭榮鏗 首先就是大公報 那個社評標題就是 郭榮鏗瘋狂拉布 不見棺材不流淚 文匯報標題就是 郭榮鏗與中央為敵 須承擔法律責任 這個就真的相當有趣 當郭榮鏗主持完第16次的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的時候 仍然未能夠剷率新一任的主席和副主席 當時這些部長強烈地炮轟郭榮鏗 到底你想特區政府怎樣做呢 若然要DQ郭榮鏗的議員資格的話 其實你還要走回程序 因為你表面上來說 仍然是走法治 當你要將一個立法會議員DQ的時候 你還要走什麼程序呢 首先就是由特區政府 主動入品法院提請司法覆核 當年DQ六位議員的時候 其實也是這樣做 入品法院提請司法覆核 排期其實很快就審完 因為已經有釋法了 既然現在指控郭榮鏗說他涉嫌 即是違反了立法會宣誓的誓詞 就可能會這樣做 因為如果你要在立法會裡頭 譴責郭榮鏗之後 令到他喪失這個議員資格的話 其實就不夠票 因為是需要在席三分之二多數的議員贊成 才可以褫奪到他的議席 但是民主派因為他還是超過三分之一 所以就守得住 如果要DQ郭榮鏗的話 就只能夠走法院的程序 你又不能夠就這樣登憲報 說取消資格 因為你名義上還叫法治 好了 你搞得來的時候 現在已經是4月25日 你搞得一頭半個月 就已經去到五月尾 六月頭了 其實立法會的會期 都是去到七月中左右 就要結束了 好了 六月頭到七月中 當你DQ到郭榮鏗了 我們之前也說過 還有兩個民主派的議員頂住 根據你們建制派所同意的議事規則 就是要由資歷最深的議員 擔任這個主持 即是下一個就到陶謹申 再下一個就到梁耀忠 那你DQ得多少個呢 其實內務委員會 這個一定守得住 所以根本上就是 項莊無劍自在配工 你這個所謂內務委員會 選不選主席呢 其實都是其次 只不過就是要亮劍 告訴香港人 和民主派非建制派 就算你們真的拿到35加也好 他一樣是有其他方法來整治你 包括用DQ的辦法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